是的 大家好 简元圈 调香顾问 方商资料顾问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英国的首宗的香水品牌 就是Eccentric Molecule 古怪分子 这个名字怎么得来呢 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品牌呢 主要是在2006年 一个调香师 德国调香师Gieser Schoen 他自己呢 研发出来的 也然后创业出来的 就是他在这个香草行业 在德国的时间呢 他就自己发现了 有一个美国的 IFF的原材料 Isoe Super 农盐筒 然后呢 他就发现了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呢 他就拿这个香料去 酒吧喝酒的时间 长一点点在他的顶部 然后就发现了 很多美女跑过来找他 他说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啊 他就开始研究 为什么这个香味 一个分子 一个原材料分子 可以吸引那么多异性的朋友 然后他就去研究 他的特点是在哪里 就是他第一个用 一个分子的开发一个香水 然后呢 他的主要谷区 谷区这个就是 minimum 就是简单 就是头向中向底向 都是同一个味道 这个特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 这个Isoe Super 在不同的人的皮肤上面 它要发出来不同的一个味道 所以呢 每个人的那个 那个演变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最主要呢 就是一开始流行呢 就是Lancome的Tresher 然后Dior的Fernheil 这两个香水呢 主要就是用同一个原材料Isoe Super 所以呢 就变成对他非常有个好奇心 然后他就是说 后来呢 就是听说的这个Isoe Super 跟这个Pheromone有关系 所以很多人闻到 就是对异性来讲非常吸引的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Lancome的香水呢 就是含18个%的那个Isoe Super 然后呢 这个Dior呢 就是含差不多25% Hermes的铁大地呢 含55%的Isoe Super 你可以看到它 它的用的分量很多 但是最近呢 Isoe Super在Evra的规矩上 就是不能用超过太多 所以现在已经有限制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随了那个Molecular 01以外 就是一个香料的分子 Isoe Super以外呢 它们还有两个式类 一个是Eccentric 01 就是用大部分Isoe Super的分子 再加其他的香料 就配成一个香精 第三类呢 就是刚刚去年推出来的Molecular Plus Molecular Plus主要它有三种 它就用三个头香Mandarin Base 然后再加一个 然后合成一个香料香水 就是第三款 就是它还加Helion就打底 第二款呢 就是它用那个Isoe Super 主要再加上Iris 然后再加Helion 第一个呢 它就用Isoe Super 加那个Petrile 它是用那个IFF的Hot Petrile Heart 再加Petrile Oil 所以这三个新的那个产品呢 它会准备明年 会再出另外六个新的味道 所以这个不是单一的 只有今年推出来了 OK 所以那个Eccentric Molecule的 那个古怪分子之类呢 它还有0.2就是用Embroxan 有些人用Embroxan 都是同一个原材料 Molecular 0.3就是用Vetiva Acetate Molecular 04就是Javano 就是糖香 Molecular 0.5就是Cashmarin 也是蟹香 所以你看到呢 一二三四五 都是只有用一个分子的 一个调出来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下一次呢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关于这个品牌的一个Eccentric Molecule的产品 好 谢谢了